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伴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的话 你两树做、等颖 做等颖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着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的话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的话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往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的话 肩膊的话 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的话 就是我们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就是舌头地上上碍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着的那种动眉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三国金刚树影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这个左手就是坐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坐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生命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降测 啊啊哦哦哦哦 啊, 好。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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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日祷列与, 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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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 干干干干干参参参参参 desire cha chan cha jana tetaan da dana ああ уп appearingイチュウ trousers unseen 甘参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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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余 Dann te nha t工他們一 enemies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行事 让他们获得圆满震灯剧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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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 这种常有的执著 常有的执著非常的严重 因此很多人都不知道 自己的这种身体 心 一切都是无常的现象 实际上 一切万法都是无常的 那么自己不但不明白 自己的身心一切是无常的 一点可靠性和稳固性都没有 如像水泡一样的 但是我们世间的预知众生 还要贪执其他的 自己所贪恋的对境的人 那这也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以自己的智慧 来相信观察的时候 你所贪爱的 什么样的自己的对象 或者是父母 亲人 那这些你如果以智慧 一个一个观察 全部的这种身心 全是无常的 没有什么稳固性的 那相当于是我们世间人 贪执其他人 就像是以刹那间毁灭的水泡 他贪执就是另外一个水泡一样的 但是人们根本不知道 因此一直是贪执 一般好像离开自己的亲人 心里面非常的痛苦 如果我们再这样继续下去 因为为了贪执一个人 就是为了贪执一个人 在自小细当中造了 就是种下了 或者造了各种恶业 种下了各种恶的这种习气啊 就这样之后呢 就是以这个国宝呢 就是在这个千百万劫当中 也是不会见到自己的真实的这种亲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为他造了恶业啊 就这样以后呢 很有可能下一辈子变成了他的这个仇人 很有可能呢 因为为他造恶业 而自己堕入这个善恶趣当中 那么善恶趣当中 感受这个千百万劫的这种痛苦的话呢 怎么会有这个 在这个重建的这种机会呢 就是绝对是没有的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这个颂词 我们对亲人没有遇到的时候不欢喜 这样一来 不能如意真正的当辞 如果遇到他 见到他的话 也始终是没有满足的 这样以后 一如既往的 仍然在爱的这种痛苦当中 大家都非常可怜 那么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世间当中的所谓的爱 所谓的这种贪执 对人的贪执是相当严重的 怎么说呢 因为平时互相有一些执着以后 那么常常要想见到他 如果没有见到 心里都开始闷闷不乐 中国古人所谓的门子 把心关在一个屋子里面 也是关在一个门里面 一直不开心 心不能往外出 如果我们真的像一些大成就者那样 那么始终说 无论是接触到什么样的人 无论是在什么环境当中 心是很广阔的 心很开放的 而且非常自在 没有任何这种痛苦的 但凡夫人有些不相同的 凡夫当中有些愚笨的人 更为是非常可怜 他们始终都是心 不能入于自己的真正的禅定 因为你天天想着自己的亲人 想着自己的朋友 那这样的话 怎么会是能入于灯尺呢 不要说入于灯尺 一刹那的这种快乐的心 恐怕有些是没有的 总是你见到的话 实际上我们的心就是这样的 一直是不能满足 一直是不能满足的 就是佛陀有关教言当中 也是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对这个亲人也好 对事物 越来越贪执 越来越执着 就像以前《广大游武经》 《广大游武经》里面 也是这样说过 喜欢世间娱乐者 如影烟水无主事 就像我们世间的这种 喜欢一些人也好 或者是一些情人的这些人的话 你越来越贪执 越来越不满足 就像喝烟水一样的 就喝盐水一样的 这一点大家也应该清楚吧 就是不管是自己的这种父母也好 或者是自己的这个亲人呢 他一直在身边呢 那么一天也是不让这个离开 是不是 是什么 人的 我们看来 因为 给 冠冲 这 我 被 财 财 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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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实的智慧 同时呢 也坏坏我们的处理性质 最后呢 就是受到这个痛苦 那么 贪着这样的人的话呢 贪着这个情人的人呢 那始终都是一直贪着的 他呢 在今生当中 根本做不了 就是 对这个今生来 是有意义的一些事情 就像是现在世界上的一些无聊的人一样的 这一点 我想每个人呢 也是有这个深深的这个感受 我们现在 就是世间当中的这个一些情人 如果对他就是极为的这个贪着的话呢 就是一定会是遮掌 我们这个相续当中就是产生的这种智慧 就是开悟 而所谓的这种世心慧呢 就是也叫做是那个 就是叫做什么呢 就是叫做这个 这个就是世之慧 就是世之慧 就是在这个华言 不是华言经 应该是大智读论 就是大智读论里面呢 也是说了 就是说是那个 这种这个常有安乐的这个涅槃呢 就是是这个世之慧当中产生的 然后这样的这个世之慧呢 就是一心的禅地里面就是产生的 因此所有的就是想得到这个智慧的这些人呢 一定要行持这样的这个禅定 就是已经讲得就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们的这种这个智慧啊 就是一定要一定要就是依靠这个 前面所讲的那样这个一种寂静的这个状态 如果我们信静不下来的话呢 就是禅定就是根本没有办法的 如果禅定的这个所谓的机制啊 所谓的这个机制没有的话呢 依靠这个机制而产生的 真无一切诸化的这种智慧呢 也有一定的困难 而且这样的这个担注呢 也会坏坏我们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处理性 比如说有些出家人呢 就是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好的处理性 后来呢就是开始出家心道 但后来呢 因为众种因缘就是对这个担注某某一个人啊 之后呢就是自己相续当中的处理性和言理性呢 全部都已经这个没有了啊就没有了 现在实际上也是这样的 自己相续当中一直担注这个事业 担注自己的这种某一个人的话呢 那始终都是对自己的解脱呢 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因此在处理轮回怎么有呢 因为所谓的这个处理呢 你整个三界轮回犹如祸亢 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 想爬出来就是有这么强烈的这个信念 可是你担注某一个人的话呢 那就是你觉得是永远都是我跟他一起 不仅是在这个精神当中跟他一起 来自这个生生世世 那么成佛的时候呢 我也跟你一起 有些人的这个愿望太过分了 就是可能也有这样的 但是我没有听过的 但是看有些人的态度和有些人的这种预期的话呢 可能这个成佛的时候呢也不离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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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就是如何相依应识交往 就是分两个方面 首先是第一个 就是略锁 光锁 色役 其中呢就是略锁 略锁当中 这种游人啊就是会通过各种方式来毁坏我们的解脱正法 这个常法呢就是指的是这个解脱法 本来是很奇怪的 怎么会是愚常的东西呢 就是毁坏我们这个常有的东西呢 但你如果智慧来详细观察的时候 也实际上就是这样的 本来他们自身呢是无常的东西 可是我们拥有的 本来具有的这个如来藏的本来面目呢 就是可以出现的 可是依靠这些无常的这个因缘呢 将我们的这个常法呢 就是永远都是毁坏了 一直呢就是得不到这个解脱 所以我们就是得不到这个解脱的主要的这个来源呢 就是依靠就是世间的这些人啊 世间的这些人 他们的这种执著呢 就是真的是 对我们的这个修行还是有很大的这个障碍 这样一来呢 大家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呢 真的是有时候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呢 就需要观察 需要这个思维 到底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出于什么样的 我们从试念当中的话呢 就是换一个角度来就是分析 因为我们很多人呢 就是拼着世间的观念和传统啊 一直认为呢 我所喜欢的人呢 永远都是我的这个爱人 永远都是我的这个亲人 一直这样这个认为的 但到底他是不是说爱的对境 到底他是不是真正的这个 所喜欢的这种对境 他会不会给我带来就是永远的这种安乐 或者说是这个不就是不平常的这种这个快乐 就是一定要就是自己通过各种方式来这个观察 那么观察的话呢 就是真的是这个毁坏我们的这个安乐 我们下期待就像没想到 内部分 feminine一个表明 还有便买是也不华那样一样的 就是这样的楼手 让 scree誓过多争 っていう批准道理 为完顾可以不 Witness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如果与这些凡语心肠同流合物的话 那一定会是堕入恶趣的 以前布德瓦格西也是这样讲过 他说初学者的意志就是不坚定的 如果我们跟清净事件的这些熟人的话 那么就是清净这些事件的熟人 跟他们交谈 跟他们一起作词的话 一定会是坏坏今世来世的暗乐 就是布德瓦格西的这个教言 真的是非福之言 非常殊胜的 我们所作所为整天都是跟那个世间人 尤其是我们现在世间当中 有不善不死的这些人 那跟这些人结合在一起的话 你身为出家人也是终有一天 一定会是毁坏的 以前藏地的古达德的一些教言当中 说智者就是与智者相遇 智慧增长 然后智者就是与愈者相遇 那就是处于迷茫的状态当中 这就是高僧大德门的一种教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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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